这些个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信达生物1801 简选原因是2023年以来 全球减肥药概念大热 信达生物旗下胃鼻酸调节素 创新化合物的马仕道泰 首个新药上市申请 已经获得国家药监局 药品审评中心受理 用于成人肥胖或超重患者的 长期体重控制 成为首个本土宜岛高血糖素 让泰一减肥药 大和早前指 估计2031年 这个药物的销售额 可以达到52亿人民币 富翠看好信达产品马仕道泰 预期到2035年 公司在自负费用GLP1市场的占有率达到三成 大约会带来136亿元人民币的收入 预料减肥药会成为信达增长价生动力 信达生物旗下大热减肥产品 近日取得关键进展 股价在28元止跌 最新回升到36元的水平 挑战去年11月延伸以来的下降轨 策略上投资者可以hold34元以下收集 新若有望刺激股价上市40元区 回吐息而守30元 感谢您打算